意大利警方宣布在西西里东部海域 查获了重达两吨的可卡因 这一批可卡因的市值超过4亿欧元 折合超过19亿令吉 创下走私毒品的新高纪录 意大利金融卫队的文告指出 这些漂浮在西西里海域的毒品 是被分别装入70个包装袋内 仔细密封之后再用鱼网包裹 防止水渗透入内 此外包裹还装有多多多多 会发光的信号装置 警方表示这些毒品的特殊包装方法 和发光追踪装置相信是方便 布法集团将毒品从货船上 倒入大海之后 日后可以快速找回毒品 按摩下地작车石描织下非您在 beş点 Hakk不送装心 阻碍就espace